伯拉图 卡莱菲萌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问题疫苗 前两天呢 爆出了一则让人十分愤怒的新闻 有数亿元的疫苗 未经过冷藏的除尘和运输 就流入了至少18个省以上 或许会影响到人身安全 乃至人病 新闻称2010年以来 就是有一个叫庞猛卫的 和他的女儿孙猛 从上线疫苗批发企业人员 和其他非法经营者出非法勾进了 25种儿童成人用的二类疫苗 一类疫苗是必须打的 二类疫苗是选的 他们主要是非法勾入的是二类疫苗 然后呢 未经严格的冷电存储运输 就消亡了全国至少18个省市 摄像金额高达5.7亿 问题疫苗呢 超过200万只 当然呢 这个新闻报道中有一些错误 部分因为缺乏科学常识 部分因为逻辑能力不够强 但是他的主体新闻事实 是站得住的 我呢 并不想 揪着这篇报道的 一些错误的地方 来大打出手 像一些展示 致力优越感的人 声称自己是李克森啊等等 其实是一个也是李克森哦 话说让人讲的哦 好 我们说回来 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新闻揭露的 站得住的核心事实 因为就算他有一些偏差 但如果主体事实站得住 那么跟我们每个人 尤其是为人父母的人 还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来看呢 根据新闻的报道 被查扣的疫苗 主要是二类疫苗 包括儿童用的脑膜烟啊 水痘啊 脊髓灰之炎等疫苗 还有流感 狂犬病 夹肝的疫苗 有25种 什么是二类疫苗呢 再简单的区分一下 一类疫苗呢 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 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 受肿的疫苗 比如包括儿童的 医肝疫苗 口服集会疫苗等 二类疫苗呢 是指由公民自费 并且志愿受肿的 其他疫苗 这一次呢 被查获的问题疫苗 是二类疫苗 那流向的地区呢 至少有全国18个省市 目前已曝光的 我们四川 来湖北安徽 广东河南 内蒙古 河北山东等 而且呢 不只是未来 有可能我们接种到 问题疫苗 那么好几年前打的疫苗 也有可能中招 因为报道是称 2010年开始 这个嫌疑人 已经在从事疫苗的 非法经营了 也就是说 2010年以后 在上述的18个省市 接种的这25种疫苗 都可能存在问题 不过呢 需要进一步解读的是 这一次的疫苗 它不是假冒伪类疫苗 这疫苗是正规 疫苗生产厂家生产的 它最致命的问题是 它没有按照规定 进行冷链的存储和运输 于是呢 在流通过程中存在过期变质的风险 像果科网有一篇科普文章就讲 全程未能冷链存储和运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专业解读是会带来疫苗的超温失活 就超过了温度失去的活力 也就是说在不合适的温度条件下 疫苗中的抗云成分会失活 失去活力 人接种之后呢 也无法激活免疫反应 这种超温失活疫苗 带来最大的问题 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说 就是失去效用 一言以蔽之 就是打了也白打 这种失去效用 打了也白打的疫苗呢 它其实流入市场也会带来严重危害 不仅仅是你打了白打来说 比如说如果接种已经失效的水痘疫苗 产生不了效果 可能又会得上水痘 发烧出疹子 变成麻子 当然水痘现在一般还是能够自己的痊愈 可是呢 如果我们接种的问题疫苗 是狂犬疫苗这种 它的这种无效性就会造成 比如你被狗咬了 你去打一针狂虫疫苗 但这个是无效的疫苗 就不能产生有效保护 最终呢 你很有可能感染狂犬病毒 那真的是要命了 所以原来的新闻中提到 或许会致人死亡 并非为人耸听 这并不是说疫苗 就是不冷藏 打了之后就一定会死 但是它会因为失效 而造成你未能有效保护 导致感染而送病 这顺便再科普一下 我也专门请教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儿科医生 姓李 他不要我说他名字 是一位科普作家 他就告诉我 就是说这种疫苗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偶合性副作用 偶合性事故 也就是说并不是疫苗本身导致的 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 他的健康受损或者死亡 但是表现出来是 他打了疫苗之后 突然就发烧 但其实他治病的原因 并不是疫苗 这叫偶合性 它们并没有真正的相关 这也存在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呢 这位医生特别强调 其实即使是正常的疫苗 有一定的概率 只是比较小 会有副作用 会导致人接种之后 轻则发烧 重则健康受损 乃至死亡 而这是没有办法的 随意算就算倒霉 在日本叫恶魔抽签 只是呢 在其他国家 如果遇到这个事情 一般国家会给予赔偿 或者国家促进 商业保险机构 给予赔偿 但是在中国呢 如果是出现这种 倒霉的 中的恶魔抽签 即使疫苗是没问题的 但是也有可能出问题 可是在中国呢 要取得国家赔偿 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接种疫苗之后 出问题 这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东西 好 我们说回来 我们再来说这个 无效疫苗 对整个人群来说 无效疫苗带来的影响 短时间内可能并不明显 但长期来讲 潜在风险依然是巨大的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很多人 对于一种 或者多种疾病的免疫接种 都是空白的 因为打了白打 那势必会大大增加疾病 大规模爆发 或流行的风险 而这 才是本起 恶性 问题疫苗事件 所带来的最大后果 除此之外 虽然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没有冷藏的疫苗 可能就是打了白打 但现在也不能够确保 它不能带来 直接的毒副作用 还不能完全排除 这种可能性 因为据医学工作者 研究表明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接种超温 失火疫苗 直接导致伤害 或死亡的案例报告 但目前没有 不代表未来没有 当然呢 听众朋友们 我也觉得 不必那么恐慌 该打的疫苗 还是要打 因为无论怎么算 不打疫苗 所带来的风险 还是比打了疫苗 可能存在的风险 要大的多 像没有 昨天 世卫组织 他也发了一个声明 为中国的疫苗背书 世卫组织声称 他了解到 中国扩大免疫规划 使用的疫苗 是安全有效的 而通过这种疫苗 已经消灭了 脊髓灰质炎 和新生儿破伤风 而且使中国的疫苗 可预防疾病 处于较低的水准 世卫组织 也公开呼吁和鼓励 中国的父母 继续通过 常规的预防接种 来保护儿童 免受疫苗 可预防疾病的伤害 也就是说 不必那么恐惧 有时候呢 让我们 最受伤害的 其实是恐惧本身 不过 尽管有世卫组织的背书 对疫苗的恐慌 仍然在网络蔓延 比如有网友就号召 疫苗不安全 要全民抵制 当然这种号召 也引发了一些 自媒体人 和客户工作者 来反驳这种抵制 他们就认为 民众无知 而且认为 无良媒体操纵舆论等等 那么这种反驳 是否和你呢 网友的号召 全民抵制疫苗 这当然是不理性的 但是对于这种 不理性的 充满优越感的批判 是否就和你呢 我们先说 民众无知吧 现在比较流行的 指责民众无知 是的 指责民众无知呢 可以炫耀 智力上的优越感 但在公共事件讨论中 这种炫耀 智力的炫耀 不但面目可正 而且毫无益处 再说了 民众缺乏专业知识 他的恐惧 就一定是错误的吗 我倒不怎么觉得 打个比方说吧 比如PX 理论上是安全的 有很多科普公众者 出来为PX背书 但在中国实际项目中 是否就真的安全的 PX在理论上安全 或者在国外是安全的 跟在中国实际的 这个项目建设和具体运转 就是安全的 是两码式 如果PX真是绝对安全的 那几年前 漳州PX爆炸也怎么发生的呢 有很多老百姓 确实是缺乏PX知识 认为PX剧毒高危等等 但是呢 即使他们缺乏PX知识 但他们对PX的恐惧 你绝不能说 一定就是错误的 他们对PX的恐惧的背后 其实并不是对科学的无知 对科学的恐惧 而是对政府惯常操作的 不信任和恐惧 好吧不说PX 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疫苗 其实呢 不要只认为中国人的什么数字低压 缺乏科学修养 其实民众对疫苗缺乏足够知识 并非咱们这儿特有 在这方面呢 英国民众也曾经有过疫苗恐慌 事实上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仅英国就发生过两次大范围的疫苗抵制 结果恐慌之下的抵制呢 导致了疫情爆发 大家都不去接种了 结果导致疫情爆发 在人们对疫苗恐慌期间 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 第一 损害赔偿 比如确实出现了针对疫苗接种之后的伤害 国家及时给予赔偿 第二 独立调查 疫苗怎么出问题的 如何杜绝 未来是否安全 通过损害赔偿来实现权力救济 通过独立调查来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当疫情大面积爆发后 立即提供资金对所有在校学生免费接种 呼吁更多的市民前来接种 这个恐慌发生在1974年 到1977年 当已经研究证实疫苗 就是新的疫苗导致神经损伤风险很低后 英国政府才发起了一项重大的教育和媒体 宣传活动 以增加疫苗接种人数 其后呢 疫苗在控制传染病伤的效率确实是显著 人们呢逐渐恢复接种疫苗的信心 又过了十多年到1990年以后 那么当初被抵制的 引起恐慌的叫百日破疫苗的接种率 又再次提高到93% 而百日可的发病率也随之下降 恢复到中断接种疫苗前的水准 有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当1970年代 英国出现问题疫苗的时候 或者出现疫苗接种之后 不良反应的案例之后 英国媒体开始也大肆报道 甚至渲染 但是呢 媒体有充分的报道自由 而在医学界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最终呢 这个问题疫苗得到简决 公众恐慌得到平息 而媒体呢也转向的支持 这种疫苗的立场 就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民众 当然不可能每个人 都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 而政府以及所谓知识精英 要做的不是指责民众 而是与其耐心沟通交流 而媒体呢 要起到的作用则是 非常重要的信息告知 和民意表达的功能 我在这里想到 有很多人嘲笑不知民众 我就想起 马克思卫博的一段 经典论断 他说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 是精英落后 而一个国家精英落后的标志 是指责民众落后 有意思吧 听众朋友们 耐心举句下这句话 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 是精英落后 一个国家精英落后的标志 是他们总是指责民众落后 关于民众无知论 我就讲到这儿 再说操纵舆论 有人指责说 你看报道问题疫苗的媒体 他们大肆渲染 甚至操纵舆论 辽动民粹 煽动恐慌 不过呢 我就想问一问 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当局的治理下 我们这里有可能有 无良媒体人 或者无知媒体人 操纵舆论的可能性吗 事实上 现在问题疫苗的稿子 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删了 比如在有些新闻客户端 也被删了 媒体人 他可以操纵舆论 那我要重新来理解 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其实不但媒体人无法操纵舆论 他们您有机会发出严肃的 事关公共福祉 与公共知情的调查报道的机会 都少得可怜 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疫苗主题来讲 媒体报道不是太多太难 而是太少 像这个疫苗问题报道的重点 有媒体人指出 至少应该有三方面 比如说第一方面 像问题疫苗的危害程度 范围和处理方式 也就是在科普性质的 或者常识告知性质的报道 这第一类 第二类呢 应该有问题疫苗的 受害人情况报道 甚至应该有特稿报道出现 第三类呢 是追责和解释性报道了 就是问题疫苗产生的根源 包括造假流程 监管失职 出现这个问题的 个人或者制度的成因 这三大类报道呢 其实是并不冲突的 只是呢 我们要求它相对来讲 更加的中立和真实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只有各种科普的 或者是抨击疫苗报道的 这样的贴纸满天飞 而问题疫苗受害者 问题疫苗产生根源的报道呢 却相当稀少 而且我们可以预认到 接下来 疫苗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范围多广 如何防范 相关受害人如何赔偿 相关责任如何处理 相关机制如何改进 我们都注定只能物理看花 接受新华社 或者央视的通稿了 政府机构呢 最终它也肯定会给一个 调查和处理结果 但这个调查和处理结果 并不是在社会和舆论监督的 透明公开的调查与处理 而只是对内的加法执行 和对外统一口径的告知而已 缺乏媒体独立自由的深入报道 缺乏民众自由的参与讨论 而只有纯知识性的科普报道 与纯官方的调查处理结果公布 那么这样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科普往往无异于洗地 官方通告更像是在唐社 我对科普是非常尊重的 我只是说一位指责民众愚昧 一位只讲纯知识 而不去问责的这样的科普报道 无异于洗地 科普当然是很有用的 事实上我今天讲植物鸡蛋 也参考了果科网啊 也参考一些专业的医生啊 等等的这样的科普贴纸 也非常受益 我只是特指 就是说傲慢的 而且呢为官方辩护的 这样的科普贴纸 无异于洗地 说回来 这样的结果呢就是 长此以往呢 政府的防疫体制 继续是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扭曲 其实呢我真的是很喜欢 有一位不可讲获得者的比喻 他讲的是写作 我觉得也可以放在新闻媒体上 特别是调查记者 这位不可讲获得者讲的比喻 他说写作 就像一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子中 他将家具重新排序整理 当他整理好的时候 房间里的灯光就自然亮起 灯火透明 重新照耀着一切 其实新闻媒体要做的 也是如此 他本身是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 然后重新整理家具 让真相重新被揭发 这个时候呢 那么阳光或者灯光 也就重新照耀在事实之上 可是呢 我们现在呢 只有黑暗的屋子 我们很难有机会 去重新整理家具 更不要说让灯光亮起 让阳光亮起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社会问题呢 也会继续在黑暗中存在 像比如这次 问题疫苗中的官商勾结 全钱交易 已经揭发了 至少有好几起行贿 像这个疫苗问题上面 行贿受贿 真是伤天害你 最终呢 也可能就抓几个 所谓的奸商 再对设施官员内部处理 顶多再揪两个级别 不够高的 送去医交司法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真因如此 所以在疫苗问题上 民众对官方的 不信任是必然的 而由于不信任 产生恐惧 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这种所谓的 信任危机呢 根源并不在 民众的无知 而在官方的信息封锁 与责任推卸 至于要如何 重建信任 那就不是 我感兴趣的话题了 一头小怒 梅花怒 他如何才能 跟狩猎者 重建信任呢 说到这个恐惧 我的小兄弟 网红 王府斯写了篇好文 觉得不错 标题叫 有免于恐惧的疫苗吗 给我哪一针 王府斯认为 在这次问题 疫苗事件上 民众当然有 恐慌的权利 民众的恐慌呢 也确实 是与他自身的认知水准相关 这个认知 包含了 对于疫苗的专业认知 有可能是相对偏低 但是呢 民众的恐慌 主要原因的认知 还不是对疫苗的专业认知 而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认知 而且呢 我们不能要求 每个民众 都对疫苗有专业解读 但他们应该 自己每个个体 都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能力 有普遍认知 如果相关部门 常年的 普遍的不作为 一旦出了事 真相往往迟到 或者甚至是 永远不到 禁令却也早早来到 那么民众 当然要恐慌 王武士来说了一段 很有讽刺意的话 他说 世界上的确没有完美的疫苗 即便完全合格的 也存在 造成接种对象死亡 或者其他后遗症的可能 这在日本被称为 恶魔抽签 可问题是在我们这儿 恶魔还没抽签 禽兽先抽签了 唉 这个段子也让人笑不起来啊 武士最后就发问 他说每一次 恶性公共事件来临时 民众都会恐慌 都会恐惧 各个阶层都是如此 底层为生活成本上涨恐慌 为生活没有保障恐慌 为失业没有收入恐慌 中产阶级呢 为社会质量问题恐慌 为社会矛盾加剧而恐慌 为权力的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恐慌 富兰克利罗斯福说过 人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但是呢 在我们当下呢 大多数老百姓 没有这个自由 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么王武士最后就发问呢 说有免于恐惧的疫苗吗 给我奶一针 嘿我想跟五四小弟弟说 有的 有免于恐惧的疫苗 不过不在这里 在大洋彼岸 比如欧洲 我是看了大量的材料 其中呢 有可靠的材料表明 在欧洲疫苗的安全问题 安全链条 主要有两大方面 上了非常严厉的保险措施 安全链条的第一环是 疫苗的生产和审批的严格 严格到什么地步 有人形容是变态的地步 或者至少是我们这儿 无法想象的地步 疫苗的审批生产是疫苗安全链条的 第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欧洲呢 各国政府的予以高度重视 都是有专门的疫苗资质审查管理机构 要取得生产资质 必须严格考核 比如考核它的研制能力 生产设备资金等等 相以欧洲的爱尔兰为例 婴儿满九个月起 每个孩子及格享受到 由政府出资的全方位的 儿童健康发展检查 而且免费接种疫苗 而且呢 爱尔兰民众所需的全部疫苗 由爱尔兰卫生部统一采购 而如此简单明了的采购流程呢 对疫苗生产商也起到了严格监管作用 从而保障疫苗从生产到流通的安全性 此外呢 像爱尔兰还有药品及保健品监管署和保健署 这是两个署 它都会负责监管疫苗的安全性 它要求包括疫苗在内的这个生物产品 每一批在上市前都要进行质量和有效性检测 只有通过检测才能获批入室 检测分两个层次 真是非常细致 首先由生产商制测 然后由欧盟认可的几家官方药品检测 实验室其中的一家再次检测 而这呢 双保险之下 一般来讲 问题疫苗是很难再留住市场的 除了在整批生产上面的元保安全以外 在欧洲 储存运输疫苗 也是非常非常的如临大敌 有人形容说 在欧洲储存运输疫苗 如同运送生化武器一样 看一看 而我们这边呢 直接把电断了 直接都不能藏 像在欧洲 疫苗生产出来之后 就进入储存运输的环节 为了保证疫苗的安全呢 欧洲很多国家动用了 类似于运输生化武器的装备 用了疫苗冷链 疫苗冷链呢 其实我们国内也有疫苗冷链 但是呢 这一次就发现了 它没有运用 它直接在厂温下面弄 疫苗冷链呢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 储存运输冷藏的 这个设施和设备 像在欧洲的话 那么像在这个冷链车上 一般还配有两名 带武器的安保人员 它的安全级别 真的是可以与运送 生化武器的军车相比 冷链的运输车呢 将疫苗运到 疫苗公司后 还会被放入 专门的疫苗仓库 然后仓库内的 变温储存柜呢 可以根据 每种疫苗 不同的需要 而调整相应的温度 像欧洲的各国 为了避免可怕的 像我们这样的 疫苗危机发生 无论从疫苗的生产 销售企业 还是药件部门 那么都非常非常 敬畏尊重生命 以非常严格的身上标准 非常严厉的 常态化的监管 和非常严厉的 违法处法 来规范行业发展 来保障公众 对疫苗的信任 以及疫苗注释的安全 而在我们这儿呢 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 时候只是纸上写的 而如果有谁 为生命维权 为健康维权 甚至有可能 就已走上的犯罪的道路 不要认为 我是在微音耸听呢 朋友们都还记得 2008年的 三聚清安奶粉世界吧 应该都知道 可是呢 有位当时的 结石宝宝之父 叫赵连海的维权人士 可能知道的人 就不一定多了吧 2008年 三聚清安奶粉世界爆发 赵连海的儿子 也是受害人 他的小孩呢 也疑似使用 含有三聚清安的奶粉 换上圣结石 赵连海 由此走上维权之路 而且呢 成立了 结石宝宝之家 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为患儿家长 提供寻求治疗 以及如何维护 震荡权力的相关信息 高峰时期呢 有数百乃至上千的 华人家长 在结石宝宝之家里面 横向联合 抱团取暖 共同协商 可是呢 很快 赵连海就被搞了 2009年11月 赵连海就因涉嫌 寻信知识罪 被刑事拘留 2010年11月 赵连海被判 有期徒刑 两年零六个月 我一直 还深深的记得 赵连海当时的 这个自辩词 在庭宣上的 自辩词 令人动容 他说 我坚信 正义与真理的光芒 必须招摇 我们这个国家的 每个角落 而我所能做的 也只能是 倔强的坚持 不为了别的 仅仅为了良心 与灵魂的安稳 也为了我们的后代们 能生活在一个 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里 我坚信 我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犯罪 我也坚信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身为一名公民 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 所做的事情 都是文明且没有错误的 我也期盼 自己的努力 仍然是会有所进步 为了将正直 良知的品德 保留在我们的 生命及灵魂中 我们只能坚定 正确的信念和准则 否则将动摇 我们正直的心灵 并错误的 影响我们的后代 那样 我们才将是罪人 四个六年 我们再来重读 赵连海的自便词 仍然非常感动 而相比之下 不管是五毛洗地 还是充满智力优越感的 对民事的蔑视 在赵连海 的自便词面前 都显得是 那么的虚弱 甚至有一点点 猥琐 好 本期话题比较沉重 就讲到这儿 新西兰有一点大 好像 朋友们不妨 再拉回去 重新听一遍 毕竟疫苗 跟每个人的健康 尤其跟我们孩子的健康 是密切相关的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期再会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脱皮肤让亲到心脚 不要做杀烂人的孩子 水底下骑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杀烂人的孩子 不要做杀烂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 七天七夜不回家 玩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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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不要做沙兰针的孩子 不要做城路人的孩子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尽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帮护小羊儿不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学借诺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刀里头让人到先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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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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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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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哦